不管你是面包小白,还是烘焙自身发烧油,都可以来试试这款最近油管上超级火的毛线圈面包。 不需要黄油,也不需要打到手套膜,一样可以做出柔软细腻会拉丝的面包哦。 刚出炉的面包趁热撕开,内部细腻拉丝,奶香味很浓郁,掰下一块用手撕着吃真的很过瘾。 好啦,快擦擦口水,一起来动手吧。 做面包的第一步就是和面,这个面包和面没有难度,和面盆内依次加入高粉,糖,盐,牛奶,淡奶油,鸡蛋,煎酵母,启动厨食机。 先低速混合成团,再转高速搅打,看到面团表面逐渐光滑,打到这样略坚韧的膜就可以了。 没有厨食机的小伙伴可以用先揉搓再摔打的方式手工出膜,最后把面团滚圆,放在室温发酵一小时。 面团的第一次发酵结束后取出,分割成五等份,每份115克,依次拍拍拍,排出大气泡,光滑面朝外重新滚圆,放在盒子里松弛20分钟。 这个时间正好来处理一下模具。 8寸戚风模具底部四周都要刷油,再铺上油纸防粘,放在旁边备用。 松弛好的小面团先排气,再用擀面杖从中间向上向下推开,擀成牛舌形,拍掉边缘气泡,刮刀在中间压出一条分界线。 下半部分切成一条条的细丝,上半部分撒上蜜红豆或者涂抹果酱,两边聚拢,从顶端开始向下卷起。 5个小面团依次卷好之后放入8寸模具中,送入发酵箱发酵45分钟左右,发至两倍大取出,表面轻刷一层牛奶,送入预热好的烤箱,170度烘烤20-25分钟就可以出炉咯。